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Hello Della你好 大家好 最近我收到朋友發給我在微信上有一篇文章 這是國內的二十一世紀經濟的報道 這個題目寫著 女子感冒高消 不就醫、不吃藥 只喝餘生果汁 幾天後離世 一年多次發燒 清在排毒 這個題目 原來這個經濟報道 原來這個經濟報道 都是把資料來自北京青年報 一個記者張蕊 所謂的一個報道 裡面的內容 就是說有一天女士 在去年3月2日的時候 因為肺部嚴重的感染 而是搶救無效之後死亡 而這個女士感冒高消了幾天之後 都沒有去醫院看病 也沒有吃過任何的藥物 只是喝著果汁 吃著一些直銷的產品 任由發燒 不退也有 這些果汁 都是在一間直銷的產品 而這位女士 就是這間直銷的產品 那些業務員 在這位女士的口中 那些產品 尤其是她喝的果汁 就是無所不能的 無論看任何問題 喝了這個G3的果汁 就可以解決了 在官方網上 這個G3的飲品 是一個活力的飲品 售價都不便宜 690元一箱 裡面只有10袋 每一袋120毫克的果汁 不知這位女士 她過世的消息的時候 她很多那些 義憤填空的朋友 都紛紛在微信裡發 指責這間直銷公司 害死了這位女士 而那些直銷公司的人士 沒有人不停出來說一句話 甚至叫家人節哀順便 都沒有說 後來她才發現 而這些所謂的導師 一早在她群組裡 已經退出了 怕會被人牽連 這樣 整個內容 都是這位女士 她參加了一個直銷的產品 做業務員 她非常推揚這些產品 也聽她的老師說 我身體發燒在排毒 但她丈夫是在排毒 她完全不明白 發燒和排毒之間的關係 因為不知道身體的狀況 當然這間直銷產品 她業務上的銷售壓 也很龐大 原來這位女士 她的先生很強調 是因為這次她太太的死亡 是因為延誤了醫治 在她太太感冒了很多日的時候 她也勸過她太太去看病 但是她沒有 因為她太太以前曾經 都試過感冒發燒的情況之下 喝那些果汁 喝了幾天之後 都痊癒了 當時她的先生 都認為 可能她過幾天就好了 但當時她小時候 她就要出差了 上午那時 跟太太視頻的時候 問她怎樣 她說狀態都不太好 她到下午 就馬上趕回自己居住的地方 去見她 但是那次她再要求她太太去醫院的時候 她太太那次都沒有拒絕了 但她已經說了 我都沒有能力 沒有力氣力去拒絕 不去醫院那裡 即時就送了去附近的小醫院 但當時的醫生都不敢醫 要她直接轉介去另外一些地方 即高級的醫院 做完檢查之後 就直接送入ICU 接著就是病危的通知 這位女士的爸爸 亦都跟這個記者說 接到電話的時候 下午大約3點多 她就聽到她跟她爸爸媽媽 你們快點一起來 你的女兒就進了醫院 老人家都很焦急 盡快去到的時候 那位女士已經很緊急 很病亡的時候 一直到9點晚上 再接到那個女士的電話 她說我們在車上 她就已經說 她差不多已經問著女兒怎麼樣 爸爸已經說 她說我都不會覺得 心裡已經覺得是有點不妥的了 為什麼會叫到這麼危急 去到北京的時候 11點多 她們就一直拉著 去醫院 就說 可不可以叫車 叫司機快點 我女兒就在醫院 你們可不可以快點 所有人都幫她們 快點開條路 給她們去到醫院 去到醫院 去到醫院的時候 在ICU病房 我看到 女兒已經很安靜 很安靜 很靜 睡著 爸爸已經很急 就立即問 我究竟晚上 得不到答案的時候 就是 已經 其實就是 媽媽已經在旁邊 已經哭到 蹲了在地上 那裡 導致到晚上 她們父母來到大約1小時 大約1小時 大約1小時 醫生就宣布 這位女士 死亡 死亡的原因 就是 嚴重肺部感染 引發器官的衰竭 這位女士 過了幾天之後 丈夫一直都失眠 其實每天最多都是睡了1小時 一直都不接受到自己太太過身的事實 她就覺得 如果早知道是有這樣的結果 我應該要立即強行制止 她接觸這間直銷產品的公司 她也說 原因是 一年多之前 發現了太太每次感冒發燒 都拒絕食藥 拒絕去醫院 只是喝那些果汁 吃那些產品 然後就睡覺 用這種方式來抗衡感冒 我以為她這次感冒 都好像在之前的一樣 過幾天就會好 但是 原來為什麼 她問回了 為什麼今次她捱不過去呢 妻子持續發燒不退 而耽誤了治療的關係 不斷在自己想 她也很強調 是因為是耽誤了治療 接著之後 她就把一代代那些 發現了 她就回到家之後 在床頭就發現了 原來 已經在一代代用過那些衛生紙上面 即是紙巾上面 全部都是血 她的估計 就是妻子在病的時候 已經開始 好像是咳血出來 不單只是這樣 而在廁所的衛生間裡面 也看到 女士換下來的內褲 上面有些黑色的粉末的物體 相信 估計她吃了很多產品的膠囊 完全都沒有消化下去 剩下來 在家裡 還有一箱一箱的果汁 在床頭上面 也放滿了這些果汁 她病了這麼多天 連飯都沒有吃 就只是喝這些果汁 據她的丈夫所說 在官方網上 剛才也提過 都是一個不便宜的產品 但是在其他電商平台上面 也有一些便宜一半價錢 也有出來 所以直銷產品上面 價錢也會很參差 在她的官方網上面 就說過 在這個的果汁上面 有一個天堂之果的 那個叫做木梨果 混合了 是狗雞、刺梨和沙擊造成的 介紹裡面 這裡是一個日常的 膳食的補充劑 但是在這位女士的口中 就是說這個產品 這個果汁是無所不能的 發燒就喝這個果汁 感冒又喝這個果汁 無論身體有任何問題 喝這個果汁都可以解決的 我妹妹經常都跟我說 感冒發燒不要去醫院 喝果汁睡覺牌度就可以了 醫院是害人的 這就是那個死者的姐姐 跟記者說回的時候 可想言之 這位女士對於藉絲的產品 已經去到一個很順從 非常之順心 說回這個女士的背景 她是一位34歲的女士 全家人都會覺得很驕傲 她的姑姑就說過 曾經我查出我有乳腺癌的時候 她還要我去到北京來看病 但是為什麼她現在呢 我現在真的不敢相信 我的質疑是會被這間直銷產品 害到而不去醫院 不去看病 這個爸爸也是講述 在一年多之前 直到去世的時候 那個女兒都沒有跟她說過一句話 她之前跟我說這個直銷產品的時候 我當時就很大脾氣地說了 她說 她說你很好的日子不過 去做這些騙人的東西 做什麼呢 然後之後每一次 這位女士跟她父母說 這個直銷產品的時候 爸爸也是那句時間長了 他都覺得算了算了 自此就不再跟爸爸說話了 直到今年的過年的時候 都沒有發一條八年的短訊給爸爸 就只是說了 姐姐就說 她有發給我 我和媽媽都有收到的 就是因為這些直銷的業務的問題 令到兩父女就沒有聊過 有時候家裡有些爭拗 是吧 一個就是很迷這個產品 什麼都用她去處理的 過去她也有文章裡面的提及 她說對一些發燒感冒 就不要去醫院 去醫院是害人的 你看到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爭拗 她堅持用她的產品來處理她的所有病 你剛才說到這間全銷公司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直銷公司是很多的 尤其大部分都是在搞健康產品 你可想一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直銷公司 搞健康產品呢 很明顯的需求很大 現在人的健康問題是很嚴重的 沒錯 所以很多人唯有尋求其他方法 現在醫學上 這個地球上有很多醫生 專業的人士有很多 為什麼還會有這些健康產品公司 這麼多人受歡迎 這麼多人應用 很明顯的 現在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人的病是越來越多的 雖然有這些醫院 有這些專科 中醫、西醫、什麼醫都好 結果最後人類的健康問題很嚴重 這間公司其實叫做余生 Farmamax 其實我也聽過一下 是一個美國五大直銷公司之一 這個余生集團是創立於美國 經營個人護理品和營養保健品 是五大直銷廠之一 2003年就進入中國市場 到2006年就開始獲得直銷的牌照 余生每年有那個研報 近2018年余生的全球營業額 是達到26.8億美元 同比增加了18% 而大中華地區的營業額 是達到10.7億美元 其中中國大陸的地區 是佔到8.87億美元 同比分別增長是21%到24% 分別是佔集團的全球營業額 40%和33% 以及連續三年持續上升 你可以看到 中國的市場 是真的很多很多美國公司 都是在後期的 通常如果中國成功到做到第一 你基本就是全世界第一 你可以看到那間公司是很成功 成功配合當然有很多的人推揚 肯定是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如果不是這些全球營業額這麼多 直銷公司為什麼這麼多呢 為什麼營養健康產品 是不斷地用這個途徑來推廣呢 好 這一節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一會兒我們會繼續回來 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 直銷產品 真的害人嗎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是 直銷產品 真的害人嗎 袁醫生在上一節的完結的時候 你也提到 在中國國內 或者現在在全球上面 都有很多這些直銷的健康產品的存在 但是正如你都說了 好像在醫療上面 都好像這麼完善 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這些趨勢 形成出來的呢 很明顯是有這樣的需求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在我們現時的法律裡 有很多惡法 其中一個惡法就是 在一種不良醫療廣告條例 還有很多食物標籤法 其實這些是惡法來的 因為很多人不明白 他們的法律在說什麼呢 其實不良醫療廣告條例 基本上 對差不多地球上百分之九十的 大部分的病 你不能夠聲稱 如果你有任何的產品 可以醫治那些病 就算是真的 是 是證實過的 你都不可以說 你都不可以說 我不可以白紙黑字 寫出真相 你記住一下 很多人想都想不到 你只能夠 可以舒緩某種簡單的症狀 但健康問題這麼嚴重之下 其實有很多很好的產品 是真的可以幫助人 處理很多不同的病 但因為法例的關係 標籤法的關係 你不可以標籤寫得清清楚楚 雖然你可以提出證據 科研的研究是證實是可以 但你都是不可以說的 這就是惡法的原因 它不是說你不可以說真相 它是不准你說的 逼於資訊封閉之下 唯一的途徑 你只能夠做到什麼呢 就是用見證的方法 我是什麼人 我以前有什麼病 說到病了 我或者是癌症 我吃了某種產品 用了某種方法 我的病是康復的 這是一種個人的分享 在有言論自由之下 我們不能夠有法律 連這個都禁止的 所以在這個關係 這個情況之下 很多產品唯有用這些個人的個案的分享 來直接說出產品的功能 那個直銷就有這個渠道出現 好了 在這個案例 這位三十幾歲女士 很明顯 這次她犯了一個錯處 世界上沒有一個工具是能治百病的 當你去到某個程度之下 你知道那個工具是無效的 那你應該是轉其他方法的 那是不是進了醫院呢 那是什麼情況 很多情況 每天無數人在醫院 用西藥急接治療之下 都是死是肺炎的 很多很多的 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人是直進去還出來 原因是醫院裡面 感染了肺炎而死的 所以你不能夠說 這個情況是因為她沒有進醫院 而死在這個產品 其實她是原醫療是真的 但不是說一定要進了西醫醫院 你的病一定會很好 OK 那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這種情況其實很通常都遇到的 當一個一個產品 即不是西醫的工具 雖然很多人獲益 肯定很多人用這些工具 是幫助了自己身體 起碼不用西藥的毒藥 減少肉都已經很大幫助了 好了 但是雖然你可能幫了 成萬萬數碼數碼的人 但有一宗衰了 那她就整船人打下來 是 那這個院長是很普遍的 那相信在傳媒報道 有時都曾經聽過 有一位叫蕭雲池 那她寫了兩本書 叫《醫行天下》 那她就推動了一個拍打的治療方法 拍打拉根治療方法 那蕭雲池在全世界 就是很多跟隨者 那她也是一種很簡單的方法 是幫了很多很多很多人的 但是最近她就去了澳洲 那澳洲是一個很大的場合 那她又在推揚那個拍打拉根 那當時有一位 有位家庭就有一個小孩是有糖尿的 就是那些一型糖尿的 那可能呢 是不是她在腫蕭之下呢 或者她聽了之下呢 就嘗試用那個拍打拉根 幫那個小朋友醫治那個一型糖尿 那結果那個小朋友的一型糖尿 是惡化了 那就是死亡的 那斯雲朝又被人起訴 質疑起訴她 那那個拍打拉根 整個都被人的質疑了 那雖然呢 其實是無數人 是用了這個拍打拉根 是幫她的身體 是改善她的健康 是 也都醫治了很多很多病的 那只不過呢 有一宗 一宗一 一宗呢 那小朋友的一型糖尿 是因為停止了藥物 而出了問題 是過身的 但是你要了解呢 其實呢 一型糖尿 是很多人都不是活得很久的 嗯 用足而倒數打打打打 都是短命很多的 OK 那不是說呢 在她的治療之下呢 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那當然一個危險的地方呢 就是當你依賴了那種藥物呢 是長期依賴呢 你突然之間停 那當然有個問題 是不是 因為藥物從來沒有治好你的病的嘛 那你的病根本沒有治好過的嘛 那你不可以停的 你一定要用一個呢 是足夠可以取代這些藥物或者移倒數的方法 那你才可以順利就是慢慢過度過關的 那又是這樣啦 施雲晴寫多一些書 無數追隨者 可能千千萬萬的追隨者 也都很多人的見證之下呢 是很有幫助他們的健康的 但是只有一種呢 那你就衰了啦 那你可以看到一下 就是一個是很不可思議的 是吧 那難道西醫醫的病裡面沒有一種死亡呢 是吧 正確醫療之下 無數人死啦 死的人更多過世界大戰所加起來 是吧 那為什麼用其他的自然方法 就是有一種是不行 那你就整個治療被你質疑了 那這個case不是這個 差不多單單都是這樣的 大家很久以前呢 都聽過有一位叫做林光祥 那是一位台灣人來的 是 那他就寫多一些很像師的書 的毛毒一身輕 那他就經常講過 用過蔬菜啊 生機飲食啊 簡單的的方法 排毒方法呢 是醫治好很多很多病的 那結果呢 在一個團隊裡面呢 有一位女士呢 是差不多可以說 生意夥伴啦 那就開始反告他 那原來為什麼呢 那這位女士呢 他本身有乳癌的 那因為呢 就用了聽了 林光祥的方法呢 教導他生機飲食 其實這也不是林光祥作的啦 是 那些在外國已經用了很多很多年了 那只不過呢 他就將他引進到台灣啦 那樣用一個中文的媒體呢 是說出來的而已 那結果這位做了他生意夥伴的女士呢 那個乳癌就惡化了 那他就反告林光祥 就說他害死他 那大家都知道了 那就是無數人每年死在乳癌 是 死者裡面 差不多大部分都是用過西醫的方法啦 是 是 一樣死了 是 有些死都更快些 那偏偏就是這樣的 就是呢 在西醫治療之下呢 死了人是無所謂的 但是在其他醫療呢 雖然你幫過很多 甚至可能幫過很多其他乳癌的病人 但是有一宗你幫不到呢 那你就死了 你就要被人抓去坐牢的了 那林光祥好像真的被人抓去坐牢 是 那是 就是這些惡法呢 很多人都不明白的 那當然呢 那他們會議的論調就是 你這些方法沒有科學證實過的 那是否表示西醫的方法有科學證實過呢 那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次的啦 過去已經有無數的研究 發現呢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九十西醫所用的方法 是沒有科學證實過的 你假想它有 其實它是真的沒有的 尤其是癌症的治療 從來沒有用那個醫或者不醫 有什麼分別 從來沒有做過這些這樣的研究的 那因為呢 如果你做這些研究呢 你發現呢 不醫的人是活得更長的 活得比那些用開刀法來電療 去醫的人活得更長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無數人呢 是死在西醫呢 是好地地的 是 那但是呢 一死在其他西醫外的人呢 就變成了大罪了 那所以有一種說法呢 西醫是特務007 合法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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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在我們的網絡 都跟大家分享過好幾個 就是那個醫生每次罷通 死無論一定跌的 那那個詳細呢 的情況大家可以翻聽我以前 那其中發生是 有一次發生在羅省 那一位醫生抗議 那醫療的保險費呢 Malpractice 誤醫保險費太貴 負擔不起 那所以要抗議 在罷工 竟然在罷工期間呢 那死亡率 減了百分之十 十六十七 那另外一種呢 就發生在Saskatchewan 那加拿大啦 不同國家啦 都是一九七幾年的 那都是呢 在罷工期間呢 那死亡率又減低到百分之十 十八十九 那這樣啦 那接著在另外的國家呢 就是那個南美 南美洲 哥倫比亞 在罷工期間長很多 那死亡率 是好像減了百分之三十幾的 嗯 那當然呢 歷史上最長的醫生罷工呢 就發生在以色列 好像罷工了八十五日啦 死亡率也減了一半 是 好了 當然啦 我曾經 我最近有機會 和這個人聊起來 那我就 他是一個 他是讀經濟的 教經濟的 是大學 那他是講在醫療那方面 那當然啦 很多人都是 盲順西醫的 很多的 那我也都講出這個數據的時候呢 那我說呢 那這個醫學的數據呢 那你要怎樣看呢 那你要怎樣處理呢 竟然呢 他說呢 這個數據是真的假的 我要先搞清楚 哈哈 他不能夠相信這個數據 他質疑這個數據 是 這個數據根本就是 在醫學雜誌裡面的 全部刊出來的 是的 每次刊完之下 都是不了了之的 不了了之的 為什麼沒有人再說呢 其實用簡單的常理來推斷 醫生翻身工呢 死亡率就是會減的 不是 醫生不上班 不做事呢 死亡率會減的 通常是這樣的 醫生通常呢 做的是急救急那些 是 急救那些呢 他就會維持的 他不是完全停工的 但是呢 一般的其他那些 就是Elective的治療啊 不是急救急那些 那些手術呢 他就會暫時先不做 是的 由這個這麼簡單的個案 不同國家 不同國家 不同地域 不同的制度之下 那個結論是一樣的 很明顯的 那個結論是應該 西醫應該做 是局限於他們的所長 就是創傷流血不止 這些這樣的治療 緊急的情況 就不應該治療其他那些病 那當然呢 Robert Mendelsohn 一位寫了 一個醫生叛徒的自述 這本書的 一個美國的醫學主任教授來的 拿獎的 不是普通的西醫 不是普通的教授 他是拿獎的 他曾經在那本書說 其實如果地球上的醫生 西醫全部消失 地球人的健康 他會即時結朗起來 好了 記住這些是權威的西醫所說的 不是一個普通人 的口袋口袋 來中傷西醫的 好了 那 應該看到 那個問題是這麼嚴重的 好了 但在那個文章裡面說到 他就不主張入醫院的 到底 這個有沒有根據的呢 很重要 這個人會 整個 整個 他這間公司 那個 很明顯 是教的人 不要亂打針 打針不好 還有 不要入醫院 醫院是很危險的 其實這個事情 我們都說了很久 是的 我們以前也有說過 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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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資料 那最近呢 現在有個全球 有個趨勢 那些人是 逼他們去全球 要立例 要逼你打針 因為很多人真的不想打了 明白了真相不想打了 但是呢 政府現在呢 唯一一個手法 就要立例 逼你打 現在加州已經做了 這個趨勢 還在進行中 休息下來 我下一次再跟大家分析 到底醫院 不去入醫院 是否正確呢 醫生剛才給了那麼多 那些資料我們 那如果我們有病 是不是應該不應該要去醫院呢 這一節時間 我們都差不多了 一會兒我們回來 再繼續治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 直銷產品 真的害人嗎 哎呀 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 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哇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一個 分享一下給二婆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 288248400 網址是 如果當世界各地醫生罷工的時候 那個死亡率就減低了 但是當我們有病的時候 應不應該要去醫院呢 黑入醫院 即原來那篇文章報道 他們的意思是 如果他一早有醫院 他就應該不會死 但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麼大的機構 這麼大的團體 他們那些推銷員 對呀 是的 對呀 都是說這個 就是這個訊息 醫院是危險的 盡量不要去 打針不要打 當然是有真正的資料 如果有這麼大的公司 數幾十億的營業啞 是不是 他怎麼會這樣 大量說這個 关于医院的问题 我们在很久以前 2006年7月7日 我们当时有一个香港出路的节目 我们都提及过 这个医院变成鬼门关 我们当时也说出医院的危险性 其实这个题目是出自明报周刊 890期大概1985年左右 大概12月底出了一篇文章 你记住明报周刊 一个很保守的周刊 在1985年刊登过一篇文章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重温 因为这篇文章内容 很多人都找不回 这么久的报章都找不回 但是这个资料 其实是很值得 因为我们发生了 中国发生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 因为中国很多人 医疗选择是很局限的 有什么事呢 他们就是喜欢捉入医院 他们认为医院是安全的 他们不像香港很多私人诊所 他们不是的 他们一有时就进医院 所以中国大陆的医院 是全世界最大的 你看人数千人排队 是惊人可怕的 但是问题呢 医院其实是很危险的 根据这篇报章 我跟大家详细报道一下 美国每年有30万病人 不是死于入医院医理的病痛 不是本身的病 而是死于入住医院后 是全医院得来的疾病 死在医院里面感染出来的疾病 是 大家都知道医院是治疗病的地方 医院令我们联想到 穿着白袍 不停干干净净制服医疗人员 一层不演的病房 以及撲鼻的消毒剂 一瓶瓶的药瓶 相信每个人入医院的病人 都会怀着希望 医院只不过暂短入住 病好了就自然回家 和家人快乐团聚 就算病人染上了绝症 他心对你都仍有一丝希望 心赞的医生和先进科技 一定可以从病魔手里脱离 每人在世数十行 即是几十岁的人 难免有机会进入住医院的病人 我们是否对医疗人员的 头一百分之一百的信任票呢? 而医院是否在一个 值得病人完全信任的地方呢? 我们将生命交代医院 和他的手里面工作人员的时候 我们是否可以完全充分信心地 等病号手术后出院呢? 美国有一份很大的媒体 叫做《发言Discovery》 最近有一篇文章 讲述上的课题 作者叫做《罗伦斯查理》 《罗伦斯查理》 《罗伦斯查理》 執筆的一个 《医院不是病人应进的地方》 记住啊 这个出注在这里 是Discovery Magazine 《医院不是病人应进的地方》 就这种爆炸性的揭露呢 他就说了 讲到下面的故事呢 这故事是千真万确的 他说医院里面呢 在1981年1月 美国有一位叫做 《马高利·汤马石》 《Margaret·Tomasic》 的妇人呢 入了《米兹根州》 《查华尔城》 的文讯医疗中心 打算割了胆囊 医院说他不用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一定可以出院了 但问题就出现了 困扰他之外 他说呢 除了这个所谓的胆疾问题 其实他其他身体可以说很正常的 还有呢 《文讯医院》 是一间很有名的医院 医疗人员都是超越 就是正的 那汤女士入了院时 当时充满信心 结果就大大出日意表了 在三十八日里面住院期间 汤女士一共接受了三次外科手术 那汤女士终于出院了 可时呢 他坐轮雨出的了 记住了 是坐轮雨出的 以为一个礼拜搞定 结果是三十八日 然后做了三次手术 那原来医生告诉他 这位汤女士呢 是有些叫做健球细菌感染了的伤口 所以他做多个手术呢 是消除有害的纤维 那经过几次手术的 汤女士呢 肺部出现瘀血了 那于是 他健康状况一日一日差 那曾经呢 有一个时期呢 医生呢 叫他老公呢 为他扮心后事 即是快死了 好了 那但是呢 汤女士本身呢 曾经自己做过护士 嘛 他不断要求呢 医疗人员呢 彻底查一下 到底出到哪里出问题 嗯 因为他死前难打了 那么最后呢 医生还终于呢 就揭透了一个 难以最咨询的事实 嗯 原来民宿医院 和大西洋的疾病 控制医院调查 结果发现呢 他说原来汤女士 在进行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呢 手术室有一位护士呢 还有一种高度传染性的 是因度感染疾病 嗯 好了 那这个汤女士呢 就透过空气感染了这种 过滤性的細菌 那还不止 原来呢 在手术室经常工作的护士呢 已经传染了十个病人 其中一位病人 因此而死亡 就是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是 因为不是第一次了 是的 为什么还要这位护士呢 还在呢 是的 为什么不治好他自己的阴道 就是很明显 他阴道传染都医不了 是吧 是吧 他医院里面的护士 自己的阴道病 就是传染病都医不了 好了 那汤女士对这个消息 当然大为震惊 又愤怒 他曾经考虑 告这家医院的 是 但是医院虽然没有否认这件事实 但是呢 你始终找不到 就是挺身而出的 作证的医疗人员 那他律师就还会潑冷水了 如果你官司输了呢 你一定要考虑一个后果呢 三万元美金的律师费 嗯 那香港就肯定不止的了 是 那汤女士和她的丈夫 在米资金的微城那里 竟然是一个小型的汽车旅店的 这次入院呢 就花了一千五百万美金 一千五百万美金 一万五千万美金 那他真的没有再 没有多余的钱外 打起场 没有把握的官司的 好了 出演后的汤女士呢 就睡在床上休息成多个月了 那医生最后还遇过她呢 未来仍然可能要做多汗手术的 那汤女士 之前上后都不太怀疑 有几多人经历过我这个相同的祭遇呢 嗯 答案是惊人的 嗯 原来美国 是 依然入住医院的病人里面 有五到十个百分比 相当于二百万的病人呢 在住院期间呢 是会感染疾病 为了医治好这些医院里面 传染得来的疾病呢 一共呢 是那个耗资了二十亿美元 就是相当于二百万人出院的时候 付的费用的百分之十五啊 真是 原来呢 有五到十个百分比的人呢 是会医院里面住的期间呢 是感染到其他病的 嗯 还要花了很多很多钱的 好了 那 那救人的医院就很明显了 变成鬼门关啦 如果我们将这些事情呢 解剖得更加清楚呢 这些洗的医院网钱呢 无端在病上 加病的病人呢 平均来说呢 是比雨桥多住了 医院四四日 八百要多给医院八百美元 这个是很久以前的数 现在肯定不止了 肯定不是 还有呢 每年呢 美国呢 每年有三十几万人呢 不是死于自己入医院的病痛 而是死于入院之后 传染得来的疾病 那由这种情况严重呢 美国的医药卫生局呢 已经将这种 医院进入的 引起的疾病呢 有一个专有的名称 哈哈哈 有一个新的名称 专有的名称 叫做医院病 No so-called meal No so-called meal No so-called meal Disease by hospital 医院病 所以够湖里面呢 就是医院的医院 No so-called meal 是医院的医院 医学名词呢 很多用医院的医院 那么除了独特的 因为医院病之外呢 那这些病人呢 是无法在医院安心治疗呢 还有很多因素呢 譬如 给初药 被病人吃 打错针 是的 香港我已经听过了 是 下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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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床了 或者走廊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首位一指的旧金山普通科医院 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的教学用医疗中心 以专家多而著名 去年曾经被人投诉病人在输血过程里面 未经过厌血这个重要手续 什么血都未厌 为什么就这样输血 而有病人被安排服用大量危险药物 这不单止 病人在施手术后 躺在一些脏脏的床单 造成细菌感染的温床 更难以想象 护士把插入铃的插斗 换人铃的插斗 换人铃的插斗 好让自己都可以欣赏电视机 不要被病人滋咬 好了 由医院人员的人为疏忽 病人成为直接的受害者 好了 其中有一位又讲一个事故 一位46岁的医生 一位撞车以外伤了头 在医院内没有人照顾他 结果从床掉到地下 几天后死去 被车撞撞他不死 但医院的床掉下来就死了 经过多个月调查对症 医生的谋刺的改善 去年10月在旧金山普通科医院的服务质素 才有些改善 希望能够明实相符 病人都不会再被虚明所累 好了 为什么医院会从医人救人的形象 变成鬼门关呢 其实美国 因为你也讲了美国 这个是1985年的 美国近年经济紧缩 政府对医疗服务的资助也相应减少 引致医院也要裁员 以美国全国来说 去年所有医院辞退了 2.3%的员工 即是7万3千人 这7万多人里面 很多是负责控制细菌感染的医疗人员 占了很大的部分 这造成医院人手不足 没办法照顾身体易受细菌感染的病人 好了 不要想当然去看美国医疗服务 用那么多钱一定最好 其实它的质素有很大的问号 你说如果美国这么先进的地方的医院人员 竟然有超过半数的危态病人 有直接接触的员工 事前都不会洗手的 危态病人 事前都不会洗手 你可以怀疑其他国家医院的 杜绝感染的程度 一定会做得更加差 好了 这篇文章就是这么说 导演这篇文章报告 所以我们只想和读者一起讨告 最好我们不要生病 生病都不会有医院 就算有医院 最好走进去自由走出来 最好不要睡着进去又睡着出来 那这篇文章 虽然这么久以前讲的问题 其实今时今日在香港 是一样是这么严重的 明白 是的 我最近有机会和一位朋友 女士吃饭和谈谈 然后女士有一位女士 刚刚在香港医学院毕业 做了Houseman 她说她女士不想在香港做医生 因为她不想在香港继续做专科训练 因为她看到医院的环境是恶劣到 她真的不想再挨多5年 6年的时间 她打算去澳洲 是的 她看到这个问题 不是这么多言辞 是今时今日是越来越严重的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不要 什么事都是怪责 为何直销公司 要了解 为何我们这样的情况出现 为何有直销这样的事业 健康产品事业 明显我们的医疗问题很严重 很严重 不进医院仗始终是其中一个策略 但真真正正要彻底解决 整个制度要改决 是 在我们的香港更好大行动 我在2008年 竞选立法会参选的时候 我已经将解决方法 在我的政纲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下 我们的BetterHongKong.com 里面我有个政纲 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了 当然 在以前 《香港出路》 我也有很多关于解决方案 是 虽然我们看到一位女士 他麻木地相信了 用一种直销产品 而丧失自己的性命之下 被传媒大使来报导 质疑 他们的方法 但又揭出了另一个问题 根本医院 我们一心都以为 是可以帮我们医治疾病 或者是会 改善我们健康的地方 其实也是变了一个 鬼门关的真相 虽然那些事情 我们刚才报导的那篇文章 在1980年代的报导 但是 如言医生说 直至今时今日 那个情况 完全是一样 完全没有改善 就是 关系在医疗制度上 所以不会得到 任何的改进改善 只会越花越多钱 令到其他人有智慧 所以市场上 亦出现了很多这些直销产品 所以 我们作为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一个精明的维持健康的人士 其实我们就应该要 将眼界放阔一点 有什么事的时候 都可以寻找多方面去解决 不要盲目单一相信一种的产品 如果世界上真的可以有一种的产品 能医百病 能医的 那我相信 正如好像之前这样说 地球上面 也不再需要有医生在行医的了 好 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很多谢了 袁医生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好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